大家好,我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跟這位多才多艾的黃子軒聊天 讓我看看她的眼睛 在這裡,Hello Jonathan Hello,加拿大的觀眾你們好,我是黃子軒 Jonathan,我知道你大學是主修現代舞 為什麼你不向舞蹈的方面發展 反而是以一個歌手的身份入娛樂圈 我大學和中學都有主修舞蹈 自己真的很愛 但是比起這件事,學得更加久 陪伴了我更加長的時間就是音樂 我六、七歲已經開始學小提琴鋼琴 可能自己的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加入舞壇就比較少機會唱歌 但是如果加入樂壇就有得唱歌有得跳舞 去到一個關口我覺得 要選擇去做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有得寫自己的歌 然後用這些歌去變成一些可以用舞蹈演繹的部分 我覺得都挺有趣 所以最後都是選擇了這條路 我還想問你,你曾經是拿過很多新人獎的 你覺得作為一個新人應該保持什麼態度? 最重要的可能兩三件事 一個就是個人要踏實 因為做歌手或者你在舞台上那種刺激 很多時候會令到你很容易失去重心 有些人可能會輕飄飄啊 或者是迷失了你自己當初做歌手或者唱歌的一個目的 最重要就是踏實記得你為什麼在這裏 記得你可以來到這裏有多少人幫到你 還有你要對得住多少人 就是不要給自己壓力 但是都要感恩的 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就是要虛心去學習 因為是不會停的 做歌手的工程其實是永遠都不會停的 我見到很多前輩級的歌手 真是很厲害的 他們都會繼續學唱歌 他們會繼續去找不同的人去合作 所以大家希望你們可以見到自己有些成績的時候 都會繼續去尋找突破 最後一件事我覺得就是 做歌手就是要保持開心 因為其實你上到台上 其實別人是想感染到你的享受 無論你是唱著悲歌還是喜歌 其實他們都要覺得你是想唱的 不要讓表演或者唱歌的壓力 影響到你發揮的那種情緒 我希望大家以後唱什麼歌都好 都是這樣享受 謝謝 那我還想問你 今次你過來溫哥華 會帶些什麼給觀眾啊 今次來到加拿大的新秀歌唱大賽 就想繼續超越了 我不單止是會幫助一班參賽者 挑戰自己的舞台極限 亦都會擔任今次比賽的特別嘉賓 以我的R&B、HipHop、東西方 古典音樂Crossover、舞蹈的表演 挑戰大家的觀感享受 一起超越格式體現音樂無疆 到時見 OK 那我們7月份溫哥華見 好期待Jonathan的演出 跟Jonathan聊完結之後 等我帶大家去看看一班新秀的彩排情況吧 他們這一天就在這裡排練跳舞了 雖然他們大部分人以前都沒有學過跳舞 但他們都很用心學習 記住一些舞步 大家都希望7月9日決賽晚上 有一個超越自我的演出 下個星期日開始 我會訪問每一位新秀的參賽者 所以記住留意我安然為你主持的 追擊山手幫